是嗎?是嗎?是嗎? 對 好,來那個各位208的聰明的小朋友 天群Z塔怎麼辦? 下面還有11點 哪裡? A,A,B,C 哦,你說這裡還有一個C是不是? 好,漂亮喔 誒,這題怎麼做?誰要回答我? 這題講完我們這個單元就交完了 來,你們班數學誰最好? 下面的,下面的 數學誰最好? 神紫陽 神紫陽在哪裡? 他是那個 搞最好 裝中學,都要叫裝中學 神紫陽阿,神紫陽 他名字搞搞最好 好啦,剛好說,我這裡 閉嘴閉嘴 我這裡分享一個 我這裡分享一個我常常處理這類問題的一個常用的方法 這種問題我習慣用解析集合的角度來做 簡單來講就是把這個圖形三個字 這三個字以後你會經常用到 把這個圖形怎麼樣 誰說的 這個內行人 來,同學,我告訴你喔 旁邊寫一個Key 對,有一個Key 把這個圖形怎麼樣 做標畫 來,有什麼好笑的你要跟我講啊 什麼事 什麼事 屁啊,你在這有沒有事 好 你知道圖形座標畫對這種題目有多大的好處嗎 以後你就會發現喔 一旦圖形能做標畫 向量,斜率,方程式 點到直線的距離,點到平面的距離 好多公式可以用 好多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來同學問你喔 座標畫最重要的就是 決定你的X軸Y軸在哪裡 以這個題目的設定來講 你告訴我,你要找誰當圓點 你 哎呀,P點喔 他不錯喔,來 如果你要找P點當圓點 那你的Y軸應該要設在 這個地方 來,我就照你說的喔 來,這是Y軸 把Y軸加上去喔 快點快點,不要聊天喔 來,這是X軸 這個題目你不一定要用做標畫才能做 但是我想透過這個題目 跟你介紹座標畫這個概念 座標畫是個非常Powerful 一個很強大的工具 當然可以齁 當然你現在還不能體會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向量 交完向量你就會發現 你每一題都想座標畫 因為向量實在太好用了 你知道嗎 好,那現在我可以問同學 他要求Tangent Theta對不對 譬如說,來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Alpha 然後我再問你喔 這個角度如果叫做Beta 我請教一件事情 請問你Tangent Theta 他就是誰 Alpha-Beta 對,他就是Tangent的什麼東西 Alpha-Beta 來,跟著我寫喔 這樣圖可以 圖可以 對嗎 Theta不是Alpha-Beta嗎 好,那我們根據Tangent的插角公式 把這個傢伙打開 Tangent的插角公式是每個人都有記喔 這樣可以齁 來,告訴我上面是誰 Tangent什麼 不講話有兩種 一種是你很熟了 覺得老師講這個太無聊 一種是你根本不熟 來,告訴我上面是什麼 Tangent喔 Alpha-Beta 剪掉,Tangent的什麼 Beta Beta 然後下面是1 加了一次減 加這兩個相乘 Tangent Alpha Tangent什麼 Beta 好 那你說老師 Tangent Alpha是什麼 欸,我們上次講過 Tangent就是這條線的什麼率 斜率 斜率阿 斜率會不會算 斜率我們超專門的阿 你剛才挑P點當你的圓點對不對 所以P點座標是不是叫0.0 你要算這條線的斜率 你應該要先知道V點的座標對不對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V點的座標 我問你一件事嘛 你等一下幫我算一下 這整段長度是65.88 對吧 等一下 對吧 這段長度是65.88 中間這個是球門的寬度 這個是多少 7.32 所以我可不可以問你 這段長度是多少 65.88減掉多少 7.32 然後再怎麼樣 再除以2 這段長度是不是就知道 29.28 多少 29.28再加7.32 來那你告訴我V點的座標叫做 S座標是誰 36.6 Y座標是誰 你這不是我算的嗎 你剛才幫我算這個多少 29.多少 88 然後再加7點 多少 32 29.28 28 什麼東西 你算多少 29.28 29.28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 30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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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36.6 好 對嗎 對嗎 所以這就是36 6.6 好 那我那我跟妳講 那我跟妳講 欸請問你 我們先算天權α好不好 我我算在這邊給你看 欸 斜率會不會算 斜率叫什麼差比什麼差 重軸差比橫軸差 Y座標相減 36.6 減掉0 除以36.6減掉0 所以斜率是多少 1 對不對 啊事實上它是等標直角三角形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在斜率是不是1 啊只是說算的話你可以這樣算 Y座標相減 除以S座標相減 水喔 所以TENGENα是1 然後我們再來算TENGENβ TENGENβ 就是這條線的起率嘛 請問妳A點的座標是多少 念給我聽 S座標 S座標 36.6 I座標是多少 29.28 好所以TENGENβ 來我們算一下 重軸差比橫軸差 重軸差是29.28減0 除以橫軸差36.6減0 來我相信 我們這個版本的課本 是初二名的簡單 所以我相信 29.28除以36.6 應該是個漂亮的數字 我們的課本 別的版本的課本 可能是長得很醜的數字 但我們的課本應該不是 你幫我算一下 這兩個數字相處是多少 你算一下 它一定是漂亮的數字 我們的課本一定是簡單 算一下算一下 不要心算 用比算可以嗎 我應該沒寫錯吧 29.28除以36.6 好漂亮 0.8 多少 0.8 0.8 0.8就是五分之四 沒關係我們算一下 看最後答案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把它帶進來 tangent alpha叫做1 減掉五分之四 然後這裡是1加上這兩個相乘 1乘五分之四 所以上面是誰 上面是五分之一 下面是多少 1加五分之四 是五分之九 所以本題答案叫做九分之一 真的嗎 我看一下 真的它答案是九分之一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喔 請問你 如果在高一的下學期 出這個題目 你覺得可不可以考 這樣可以 我現在回歸到高一下學期 高一下你有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沒有 所以這條路被你封死 因為你還不具備這個能力 所以高一下的小朋友 如果我把這個題目拿來考他 請問你 他怎麼去算出tangent theta 怎麼算 蛤 怎麼算出tangent theta 誰要說誰要說 誰要說 用斜律 用斜律 可是你 求AB和AB 可是你沒有插角公式可以用 求AB和AB 求什麼 AB和AB 你說求AB的長度嗎 還有AB的長度 你說你可以算AB線狀的長度 好這個長度是多少 不是 這個 7.32 是嗎 然後AP 然後AP的長度 可以啊 座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根號 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可以嗎 對不對 沒關係啊 不會死掉 36.6的平方 再加上 29.28的平方 好像也沒有不行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有點瘋狂 然後還有什麼距離也可以算 VP的距離是不是也可以算 座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根號 來告訴我這個是誰 36.6的平方 我們先不管計算的難易程度 請問你用什麼定理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我天啊 高一有沒有學過一個定理是有名字的 叫做cosc 那個叫什麼定理 有聽過魚群定理嗎 有 cosc叫做兩倍的夾兵成績 叫做兩倍的什麼東西 AP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BP 兩倍的夾兵成績 分之夾兵平方和 AP的平方 加BP的平方 再減掉對邊是誰 AB 一線段長度的平方 有沒有學過魚群定理 有沒有學過 有 那請問你喔 可不可以把cosc算出來 可以 cosc算出來 你再換成誰就好 你再換成tangin theta不就好了 聽懂嗎 你再換個直角三角形 把cos轉成tangin 這一題一樣可以做 聽懂嗎 高一的小朋友一樣可以去挑戰這個題目 只是說 中間可能有些部分會有點痛苦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可以做喔 沒有說不能做的喔 高一就是這樣做好不好 但是高二你有天均的和插角公式 你用這個來看可能會簡單一點 好 那這個題目跟你分享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回家試試看喔 說不定哪天考試我就跟你說 這一題請你用魚群定理做給我看 欸 欸我那個 你翻到後面來 我先幫你起個頭 然後看我們有多少時間 我再回來看 要不要講一下之前那個頭圈的題目 來你先翻到後面來 我們這個先幫你把疊合起個頭 來你翻到那個第 第六十頁 來我要趕快進入第四單元 六十頁喔 來這個標題幫我寫上去 我們這裡要談 塞和口塞的疊合 你們現在疊合學的很簡單喔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會教客剛規定的東西 什麼叫塞跟口塞的疊合呢 很簡單 塞叫正旋坡 口塞叫魚旋坡 會怎麼樣 會產生一個新的坡 然後這個坡 我們對他想知道 他的周期會不會改變 他的位置會不會改變 他震盪的幅度會不會改變 欸這很有意思吧 對不對 正旋坡跟魚旋坡對不對 一個正旋坡一個魚旋坡 然後滴在一起 喔變成一個新的坡 那這個坡到底是什麼樣的坡 跟這個正旋魚旋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我們這個代名要研究的課題 這樣可以嗎 不過在我開始講之前 請你在旁邊 來 不要寫T 我寫一句話 來 本單元 欸 本單元齁 來 不涉及 不同周期 暫於懸疊 欸 請把這句話寫上去喔 我等一下來解釋一下喔 這句話到底在講什麼 同樣是第一屆108課綱喔 所以以前的考古題對你們來講 參考價值其實並不高 因為你們這一屆課綱改很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你們是第一屆 以前的考古題 有一些對你們來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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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號 就那個東西是不一定有用喔 來我先講一下喔 來看我這邊 A跟B都是時數 哇好累喔 來看我這邊 然後我們之後要營救這個東西 A倍的sin X 加上 V倍的cos x 這個我們明天會講 A倍的sin x加V倍的cos x 它會變成誰 我明天會講它的原理 可不可以 這叫正旋 這叫余旋 這個A會影響它的什麼 震盪的幅度 就是 尖直方向的那個拉伸 對不對 伸散貨壓縮 伸縮 V也會影響它的伸縮 當然你把這兩個正旋跟余旋波跌後 這樣很難以為 對 你們要不要招摘